你们,你们不可理喻,那是鬼妹是祸害人的,你们护着他们干什么? 祸害你了,你瞧见他们祸害人了。 那小鬼抱着那身影,渐渐变得虚无的鬼妹在哭求。 凤酒皱了皱眉,看向完颜十三。 你不是懂这个吗?给那只大的看看,免得魂飞魄散了。 真有救啊? 救啊?为何不救?他没有没怎么我们? 也是。 完颜十三点了点头,这才上前,从怀里掏了掏,最后拿出一块白玉来,对那只鬼妹道。 进去,这白玉可以瘟瘟你的魂魄,让你恢复如初。 那只鬼妹听到这话,不由看了他们一眼,想了想,这才化作一道青烟,进了那白玉之中。 那,给你。 完颜十三将那白玉递给凤酒,凤酒接过后,递给那个小鬼。 那,你收着,算我谢谢你先前帮我抓那地铃参。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,为何要阻我收了他们? 我呢,虽然是门外汉,但也看得出来,这些鬼妹身上煞气并不重,应该是没有伤过人的鬼。 这鬼呢,也有好坏之分,没伤过人的,你收他做什么? 荒唐之论,这些东西本就不应该存在。 若是没遇到是一回事,让我遇到了,岂有不收之力。 哼哼,既然你这么想收,不如跟我们去殷山,收个够吧。 那是什么地方? 中年男子,黑沉着脸,显然并不知道那地方。 你是过路的散修? 啊,不,看来不是一般先宗的人呢。 我是逍遥派的人,这次下山是历练的,不经此地,见此地阴气甚重,才找到这些东西。 逍遥派啊,原来如此,倒是失敬了。